所以我就問他們了 你們是民建官隨鄉 你為甚麼要這樣欺騙我們的小孩 是吧 還有就是說 這班人 有些人說你回去拿三糧 拿中援 我在這裏 我真是呼籲各位 全民反暴力 全民拿著手機 如果那些黃傘 老人家好 那些搞搞鎮經常見到的 拍下它 放上網 看看政府部門 它是不是拿中援的 如果是拿中援出來搞搞鎮 我們市民不應該再給他們 一號也不應該再給 是吧 我們要把它放上網 我們要呼籲政府 這些人 是拿我們的公帑 去搞壞我們香港的話 我們要終止他們的公帑 不要支援他們 我們一定要一號也不可以給他們 斷他們的經濟 讓他們感受到經濟被破壞的感覺 我們要下苦難 好像最近的學生 我們沒有前途了 沒有人請了 這就是他們的後果 好 多謝各位 好 多謝Sandy 我本人都很抗拒 很討厭這些暴力 熱狗 本土那些 所以我外面很多謝這班戰友 不定和我們去拍他們的照片 放他們上網 我勸他們去買這裏就最適合了 好 接下來我又要介紹一位 在社運界 豐富歷史是我們前輩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如何出來遊行 示威 集會 和市民溝通 我們有請東哥 快點給點掙聲 東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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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